啪 開始了嗎 開始了 嘿嘿嘿 這次是洞穴talkshare EPT13 我是大偉 我是Amber 嘿 嘿嘿 會說很尷尬 這一期的主題是什麼 是派對修復 排毒大法 After Party Detox 好滿 我覺得滿需要的耶 我從 從很長的勞動還有 派對中回來 我也是 我從 我還沒有回來 沒有回來 可是我 我只是勉強在這裡而已 對 我生病好多天 天啊 我覺得快要死掉了 對啊 所以他沒有去那個台南 的那個什麼 Euphoria 對啊 很好玩耶 我覺得那個場地很棒 音響怎麼樣 我想知道 音響很大聲啊 你說 是收發收各辦的那個活動 大聲的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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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警察有來嗎 好像來了一次 啊 這麼nice喔 就 台南人 台南警察比較nice 那個地方好像真的滿 滿偏的耶 就算 噢 附近真的看不到什麼人 但還是 還是有吵到人啊 有吵到人 所以 OK 而且場地很ㄎㄧㄧㄧㄧㄧㄧㄚ 我也不知道了是場地很ㄎㄧㄧㄧㄧ至 是 стро的什麼意思 還是還是我很ㄎㄧ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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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 黃色的閃電 然後是一個 萬字型 萬? 什麼意思? 就是很像那個 佛教的那個 萬字型 然後是一個黃色的 這樣啪嗨 一瞬間 這假的啦 對啊 然後沒有聲音 然後我也想 欸我幹 我看到了什麼東西 然後那時候跟誰講話 講一講 欸 欸你有看到嗎? 他說沒有 我有想說 是不是我演化了 然後後來遇到別人 跟他說 欸我有看到那個奇怪的閃電 所以我也有看到 想說 喔那不是我 不是我很ㄎㄧㄤ還是幹嘛 哇 你們一起被那個 叫招 我被召喚 你才被叫招啦 我沒有被叫招 我已經去過了 我已經不會再去了 那個 啊呦 反正就是 召喚 好好好 OK 好 好 那怎麼樣 派對之後需要修復 對 上禮拜去太多活動了 去了 還有那個柔軟像水滴般的奶 阿茂跟 蘇蘇的活動 OK 嗯嗯嗯 他們 很用心啊 然後 辦 辦在那個 濕底那邊 然後連三天 然後有很多 就很多內容啦 很豐富 OK 嗯嗯 然後 就 啊 Too bad 沒有去到的話 好像很可惜耶 那週好像台北天氣又不太好對不對 對不對 對 我去到 我去的時候是禮拜五 然後就暴雨 台北天氣到底為什麼那麼不穩定啊 呵呵呵 喔 不知道 我就 我就插 一個路口 然後我走不到 呵呵 那算是美雨嗎 這個天氣 算吧 算嗎 嗯 下 端午節之前的 午後雷鎮雨 是嗎 是這種 對啊 就就美雨吧 老師叫美 是 是同一個東西 是不是 啊 我不知道啊 我不是天氣專家 好好好 呵呵呵呵呵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就接連去了一些活動 然後去參加啊 就是金曲獎嘛 然後他前面有 怎麼講呢 幫台灣的 音樂節 對 金曲獎的音樂節 然後他就是幫台灣的音樂人們 呃 媒合一些國外的單位 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獎座 然後去參加了 那個東西 呵呵呵 那個東西 感謝金曲獎的團隊有邀請 我們啦 很棒耶 對 可是我第二天就 去媒合了一下 對 可是我第二天就 去媒合了一下 重感冒 呵呵呵 就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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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被我傳染的 然後我去 我去花蓮 過勞喔 嗯 我去參加那個 三與四集喔 去做硬體 有夠超 超爆的 啊 但看起來還是很好玩耶 在一個 百貨公司裡面 百貨公司裡面 做一些 很free的事情 我覺得環境算非常舒服啦 嗯嗯嗯嗯 對啊 但是我就也是 大概每天晚上 十點以後吧 我就進入一種 迷流的狀態 就開始一直放空 呵呵 然後 呵呵 人家跟我講什麼都只能這樣 嗯 我都只能微笑 呵呵呵 欸 所以其實想解釋一下 有的時候不是我不講話啊 其實是我累了 你知道嗎 但是我又很捨不得那個 就大家一起在那邊 捨不得離開 對啊 就覺得 啊 反正我也很少這樣子 然後就 對啊 有的時候晚上在宿舍嘛 然後有的時候晚上去那個 別人在海邊的房子 嗯 就一切都 都很棒 但我累爆了 回來回來就生病了 嗯 嗯 然後傳染給我 傳染給妳 真的是洩漏 耶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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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 講了這麼多 講了這麼多 就是派對回來需要修復 這裡我們就是整理了10個 修復大法 是嗎 其實也 對 就是 其實就是一些 好 今天的內容就是 滿水的啦 我必須說 還好吧 我覺得就是 是嗎 就 不水嗎 就 是蠻真心的啦 但是 但是就 就是如果我現在沒有坐在這邊講話的話 我大概就在做這些事情 對 是這樣講吧 沒錯 對啊 所以等一下大家看到這個節目的時候 真的就是千幾個小時錄的 因為我們就真的才從 我們今天才有辦法好好的講話 對 不然其實我前四 我想一下喔 我從上個禮拜四開始生病 四五六至一 喔 我五天都睡超過 十五個小時吧 每天 嗯 就是我每天都在睡覺 然後就是一直睡覺 吃 然後起來吃東西 然後就睡覺 也算是一種修復啦 沒錯 對啊 所以人真的不是鐵達的我覺得 嗯 就需要休息的時候 還是需要休息 不然他就會病給你看 然後你就會 就什麼事情都沒辦法做 你就非得休息這樣子 對 所以有選擇的時候 我們可以選擇 讓自己是 開心的休息方式 而不是用生病的 嗯 要平衡一下啦 不要把自己操爆 然後再來大休息 好 那就來吧 進入 重點 好的 那 修復大法 一 總共有 十點 好 十個修復大法 這樣子 一 就是 又是多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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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喝水要不要贊助我們啊 哈哈哈 每天在叫人家多喝水 多喝水沒事沒事多喝水 去活動多喝水 活動完也要多喝水這樣 對 沒錯 這就沒什麼好講的就是補充水分 這樣子 好 喝水排毒啦 對不對 你會流汗啊 幹嘛幹嘛的 有的沒的 身體裡面各種東西濃度很高 你需要水把它稀釋一下 這樣子 哦 對 你做的對 這很實際吧 這樣講很實際啊 很實際的 沖帶一些那個 不管是糖或是鹽 或是其他的東西 這樣 嗯 對 哈哈哈 不知道 不知道些什麼 現在腦子好昏啊 哈哈哈 然後 好 那第二個就是 就是吃 清淡 的食物 就是 國外很很喜歡說什麼 吃whole food啊 就是什麼 呃 全形食物 圓形食物 對圓形食物 就是你看得到他的樣子的食物 比如說 花椰菜 都算啦 就是 好像有人不喜歡吃花椰菜 胡蘿蔔 也很多人不喜歡吃胡蘿蔔 欸 可是我都蠻喜歡的 打成汁我也蠻喜歡的 苦瓜汁 呃 我可以 啊如果你不喜歡 不敢吃 直接吃的話 你就直接吃很麻煩的話 現在 也蠻流行喝什麼 綠拿鐵 好噁喔 你知道嗎 不知道耶 蛤 有奶嗎 呃 你可以 加或不加 呃 我不要好噁心 沒有他其實 你不要 沒有很噁心 他就是一些 蔬果打成 吃啊 那為什麼還叫拿鐵 因為早上可以喝 對 呃 他就是 是嗎 是這個意思嗎 對 他就是有點像是 把它打成 一杯東西 那為什麼不叫綠豆漿 綠豆漿 呃 也可以啦 ok 啊人家就這樣叫 沒辦法怎樣 好啦好啦 好啦 綠拿鐵 好不好 啊反正 聽起來很中產 你自己去 很中產啦 哈哈哈 detox這件事情很中產好不好 okok 也是啦 也是啦 只有 只有中產階級的人才需要detox 有我覺得就是 自己修復力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 才不是 借助一些外力吧 對啊 年紀大了都需要 都需要 我年紀輕的時候 哪有在什麼detox 哈哈哈 隔天啊不是 一杯瓦鈴 哈哈哈 而且哪有需要吃什麼吃清淡啊 哪有沒有啊 好 反正就是 可以喝綠拿鐵啦 好不好 我以前 可是其實我本來就是很 一直很崇尚這種 另類養生療法的人 ok 所以 哈哈哈 就以前什麼果汁斷食啊 有的沒的 啊 大家應該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反正就是很 以前大概 五六年前 也有很流行過那個斷食療法 他就是 這 要要開始推廣這個吧 我沒有要推廣我先說 呵 但是就是有這樣子的 排毒的方法 那 你也可以納入 參考 那其實 綠拿鐵就是 這種果汁排毒療法的一部分 所以 所以就是 Party完之後直接接斷食哦 是這樣嗎 不是吧 你可以這樣做 其實蠻多人這樣做 啊 真的哦 哦 這聽起來不太對耶 我覺得 為什麼不太對 因為你 感覺 消耗了蠻多體力的啊 需要一些營養吧 這樣會不會營養不良啊 不會 他是 你當然 你不是 就是游泳無謀你知道嗎 他 他有一些 你要經過一些 對 你要了解你自己的身體 然後你要知道你每一餐要吃什麼東西 好 那我 我覺得我們不要亂推薦好了 這個還是給醫生 好 我們不要亂推薦 我們不要亂推薦 只是就是 那你可以取代 也許是第一餐 或什麼的 這樣子 就是 然後你的綠拿鐵裡面 他會有很多東西 比如說他會有堅果啊 會有蔬果 然後 有的人會放香蕉 看你要放什麼啦 你就自己決定 你就搜尋綠拿鐵的食譜哦 網路上超多的 ok 嗯嗯嗯 好 然後 其實我覺得重點就是 吃清淡好消化 然後還有抗發炎的東西 抗發炎 對抗發炎 很多人 當然什麼 蔬果都算 只是很多人會很喜歡吃那個 薑 跟薑黃 哦 嗯 就是很 或薑粉 泡水之類的 嗯 super food 這種東西 哦那個ginger shot 對對對 ginger shot 對ginger shot 一樣的意思 ok 就是這種吃的 還蠻好的啊 驅寒嗎 算驅寒嗎 驅寒 排體內的濕氣 然後抗發炎 可是 就是中醫又有一個 不好意思 這人變養生頻道 中醫又有一個說法是說 過午不食薑 就是 太陽 太陽下山 之後就不要吃 薑類的 上禍是不是 對 哦 但這個其實也有分 嫩薑跟老薑 但我們就不去深究這個東西 反正 如果你要 吃薑類的產品的話 在中醫的說法裡面是說 你就是在中午以前 服用 比較好 比較好 好 對 在這邊推薦給大家 嗯 好 那就來 三 三 營養補充品 維他命 C E B 群 啊為什麼是這三種 就是 比較 容易流失 就是在人體 比較容易 趴體的時候 比較容易流失的一些 其實還有D啦 然後還有鈣啦 然後 維生素A啦 都有啦 那有嗎 不算 不知道 不用 你 點 通常 好像 大部分的人 就是 現在的人吃比較鹹啦 所以 我們 不缺鈉 比較沒有那麼缺鈉 不缺鈉 講到維他命C啊 我想到有一首歌耶 那個 有一個那個德國迷幻團 你知道嗎 叫CAN C-A-N 就是那個罐 是嗎 對 罐頭那個CAN 他有一首歌他就一直在唱說 你在 You're losing your vitamin C 耶 他 哦 他是講 我記得 是一首Party歌 其實 嗯嗯嗯 對啊 大概是這樣 突然想到 對 You're losing your vitamin C 你真的超中肯 對我也不知道要說什麼 就是如果你沒有辦法吃那麼多 呃 維他命C的 東西的話 你也可以吃這種補充品啦 就是 保健食品 也是 也是OK 欸 不過 其實我上次才跟我朋友討論 就是其實 人一天的 維他命C的攝取含量是 很容易達標的 你知道嗎 就是 我不知道耶 對 就是大家去 大家去看自己 稍微看一下自己吃的食物裡面的 維他命C含量 然後你可以再決定 你有沒有需要補充維他命C 因為 好像 其實我們 過多其實也就是排掉而已啊 好像 而且會有結石的 那個 哦 我是嗎 維他命C會哦 對 好像一千 第一天不要超過2000mg 因為麵包就是 哈哈哈哈 但我 很有心得耶 對 就是我在研究這些 所以大家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自己吃的東西 的營養成分組成 哈哈哈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 但不夠的時候 你就可以補充 這些 OK 嗯 然後再來 第四點 再來 第四樓 哦這麼快 對啊 第四個 就是洗衣服跟打掃房子 沒錯 這是我個人的 修復小蜜招 就 一方面算是 做一些緩和的 動作這樣 譬如說拖地 嗯 掃地 然後把衣服拿去洗 這樣 跟曬衣服 把你那個 這樣都是汗還有 對啊 怪味道的 還有我覺得是有一種 收心的感覺啦 就 房子乾淨滿 嗯 就是你 心情比較好 我覺得 你把 把 有點像是把生活就是 就是 組合回來 從一片狼藉 這樣 像其實今天我剛回來 就是 回來嘛 然後把工作室 整回可以工作的樣子 然後還洗了車耶 你知道開車 開車去台南 然後那個車頭前面都是那個蟲子 看起來超可怕的 嗯 就是 蠻噁心的 被撞到的 小蟲子 對啊 很可怕 各種蛋白質 OK 然後就把車上的 就是什麼 氣墊床啊 那些東西拿下來 然後讓它 恢復成本來的樣子 嗯 其實蠻療癒的 我覺得 就是把你的生活又收拾好了呢 是 又撿起你的生活 把我的生活拼回來 對 然後房子也是吧 嗯嗯嗯 哦 我們今天 也是有整了一下房子 被貓強迫的 呃 對 那它 就不知道貓是不是在生氣耶 我覺得它好像有點不高興 嗯 它 它今天 的確是有可能 它今天就 就是 你知道它們平常都會衝 衝來衝去 嗯 然後 今天它就 閃都不閃 然後有點像是把那個杯子 提肥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 杯子就炸裂了 嗯 所以出門前還折騰了一下 超折騰的好嗎 那個不是一下而已 因為那個杯子真的碎到 我不知道為什麼那個杯子會這樣子耶 就它踢的啊 不是那個問題好不好 是它不是碎成 一塊一塊大塊 它是很像粉掉 它是炸裂啊 對啊 對啊好奇怪哦 就 你的貓啊 哦 好啦好啦 哈哈哈 抱怨 抱怨貓 抱怨貓 對 對 就是 洗衣服 打掃房子 讓拾起你的生活 這樣子 好 聽起來很不錯 那第五個 第五個 聽舒服的音樂 或是聽一些 ambient ambient 或是 有的人喜歡聽那種 小橋流水 鳥叫聲 聰明鳥叫 或者是 某些頻率 這樣子 嗯 的那種 嗯 送播之類 就是 我不知道 比較 緩和 心情嗎 嗯 嗯 或是什麼都不聽 或是什麼都不聽 安靜 安靜也蠻爽的 我現在還蠻喜歡安靜的 我現在也是 但是 喔 音樂點來了 就是 如果要聽 環境音的話 应该就不能不提到那个 Brian Eno Brian Eno 就是环境 ambient music的 先驱吧 先驱 是吧 是吧 他是算是从他开始的 你是有看资料 对 我有看资料 当然啦 我怎么敢乱讲 但你现在不敢讲 压力很大 他是先驱 但是是不是 就是他是第一个 这我没有办法确定 我怎么记得他好像是有 是不是有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 就是好像就是比如说躺着不能动 有吗 有这一段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这一段 哦好 那那算了 我还是不要乱讲 那你讲一个今天你查到的 什么windows的开机声音啊 对对对 就是 讲到这个ambient的先驱 Brian Eno呢 有一个事情还蛮有趣的 就是那个 windows 95的 1994年的windows 95的开机音乐 是他做的 就是是这个Brian Eno做的 哦 然后他说 他说他被 这是个几秒的音乐 几秒的音效 我在网络上看其实是7秒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自己说是3.25秒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哦 反正他就说他对这个 他对微软感到非常的 我不知道他的心情是什么 不知道就觉得很烦还是很敬佩啦 但他说这个3点多秒的音乐 微软给他100多个形容词 他们也是蛮会那个 蛮会泳唱的 他们还是第一代泳唱大师 对 他说这3.5秒的音乐 他们给了他100多个形容词 然后最后他给了微软84个版本条 哦那他也真是一个非常敬哲 这个配应该还蛮好 应该很好吧 只是他应该觉得 我不知道耶 你会不会说到最后不太确定自己在干嘛 不是说他84个版本 说他做完这个3秒的音乐以后 跑去做3分钟的音乐 突然觉得说好长 不是他说 他说做完这个3点多秒的音乐 因为每一变得每一毫秒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就是有点像是 就是那种蜘蛛比较的感觉 所以要回去做3分多钟的音乐 他说他觉得他自己在一片汪洋之中 我是谁 我要去哪 时间走一下要被放大很多这样子 对 一个去闻啊 去闻 好吧 好 那下一个 下一个 这是什么 第六个 散步 是你说的 其实 是你说的 我觉得散步还不错吧 因为其实我个人 我想一下我会 我可能不会想要再出门 如果刚party回来的话 对啊 好吧 就看 看因人而异吧 我觉得 好吧 你会想要散步 就是睡醒之后 你会想要散步一下 还好耶 其实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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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公三相 可是如果 就比如说 走去买个什么东西吃啊 然后 干嘛干嘛的 哦 OK 对啊 或是睡醒了 去买杯果汁 买杯咖啡 这样子 之类的 哦对啊 我觉得 就是这种 怎么讲 激烈的party之后 去一个那种你熟悉的咖啡店 嗯 然后坐在那边吹凉凉的冷气 然后人家给你 让人家怎么讲 让人家帮你煮一杯咖啡 其实还蛮爽 哦哦哦哦哦哦 这种 好啊 可能比较像这种吧 那这个我可以 对啊 但是这样就是要在你走路到的范围里面 要有好喝的咖啡 就 那就看你 的生活机能 哈哈哈 对啊 哈哈哈 看你住哪里 看你 对啊 你够不够中产 也不一定好不好 好喝的咖啡店又不是一定在中产而已 的地区而已 也是啦 对啊 所以以后 以后租房子 先 先看有没有好喝的咖啡 附近有没有好喝的咖啡店 这还蛮重要的耶其实 嗯 对我来说啦 对 好 好 第七个 拉筋做瑜伽 哦哦 哦 就是舒缓运动啦 对 算是这样讲吗 就是放松身心灵啦 放松你身的部分 身的部分 对 可以做什么运动 拉筋 就拉筋 就拉一拉 这样猫驼式 就很像健身玩 其实我想的比较就是 一般的拉筋耶 哦 就是 就是把自己 拉一拉 扯一扯 伸展一下 这样子 或者自己去 去 YouTube搜寻什么 拉筋的影片 超多的 就是 10 15分钟 10分钟 这种 还有8分钟的 或者去给人家整骨之类的吗 太多了 老实说 我不确定 我 Party玩 有没有想要别人碰我耶 哦 我自己可能 不是 这种路线的 或者去 泡温泉 太多了 好像太 不是 你还要先跑到 泡温泉的地方 那很累耶 也是 啊又不是 也对啦 也对啦 是蛮辛苦的 对啊 就别折腾了 这样 对啊 就是要在家里 这样 这样好像又跑出去玩了 对啊 那我就 太累了 好吧 不要不要 做一些 就是 在自己在家里可以完成的事情吧 我觉得 那就是在浴缸里泡一泡 这样 哦 但是要洗浴缸 有点累 你打扫房子的时候 已经洗完啦 我顺便洗浴缸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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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可以 哈哈哈 好 那就是拉筋做瑜伽 这样 对啊 不一定要做瑜伽啦 我其实只想的是 好好照 拉筋 就做一些放鬆的事情 这样 嗯嗯 或者 嬰 嬰余夹 对不对 所以有个叫嬰余夹的 对 就是 就是 没错 大家可以去搜寻 嬰余夹 嬰就是阴阳的嬰 OK 嗯 好 第八个 按摩 刮痧 拍酸棒 哈哈哈 我怎么讲完自己笑 不是 因为 这真的听起来很像什么 斜门歪道的 养生频道 对啊 这一集听起来很养生耶 哈哈哈 对 可是就 就真的有用吗 好 按摩 其实就是也是 自己 自己按啦 就是 如果你有什么乳液身体有 自己稍微 把自己捏一捏 把自己捏一捏 我讲的其实都是这种程度 就好了 哦 我们不要太辛苦 已经party完了 太累了 呵呵呵呵呵呵呵 这样就可以了 对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刮痧板很 很好 很好理解吧 就是 把自己刮一刮 然后 再来是排酸棒是什么吗 排就是排毒的排 酸就是 呃 酸酸溜溜 酸 酸 檸檬酸的酸 排酸棒 棒子 OK 然后他其实是 是我们 有一次我们去录音一个朋友的女朋友 给我试用的 他其实是一个 长的这样子 三叉的棒子 反正你去搜寻 你也搜寻的道啦 然后他好像是有磁性的 对 然后他是一个很重的 不锈钢的棒子 就真的是蛮重哦 应该有一两公斤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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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棒子 然后你就是这样子刮你的穴道什么的 哦 那个很赞耶 很有用是不是 很有用 超有用的 很推 特别有感觉 对那个 我觉得比 因为刮砂板就是他没有什么力 就是他很轻一个 哦 因为他本身有一个重量这样 对 而且他 反正我不太会用刮砂板 但是那个排酸棒我觉得很赞 得心应手这样 就他 真的可以 深入一些穴道的感觉 啊 嗯 OK 对 大概就这样 对 不能宣称疗效哦这样 他其实有 不能宣称 你知道 不 对我们不宣称疗效 他就是很爽而已 对我来说 嗯 只是 他其实 为什么会叫排酸棒 他其实是有 反正有人写了一本书啦 哦 OK 对啊 就说什么排酸 所以他是还有那种使用手册可以一起用 一起买的这样子 对 算是 对 但我其实没有深究 我没有很仔细的去找那个 但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 然后为什么会叫排酸棒 是因为 他好像 主要是 就是排身体的什么 比如说你可能淋巴会有乳酸堆积啊 什么还是什么 还是肌肉会有乳酸堆积 这种东西 现在听了我就想去买一支 排掉 我觉得我蛮需要排一下的 对 你要买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 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排毒啦 排毒 这真的 不宣称疗效 只是我自己用了 觉得很爽而已 好不好 大概是这样 那再来 我们已经来到 第九个了 第九个了 第九个就是 看废片 看废片 看书 动漫电影 这样 哎反正就是在家看Netflix啦 Netflix and chill 是这样吧 对 哎有 有人比较 那个 静得下心的也可以看书 对 或者他可以看一些 我不知道 有那种 人生大意义的电影 但我 通常是看不太 今天一晚要看这些哦 我没有 要看这些 我都 都看动画比较多吧 对 我们都看动画比较多 好 好费哦 停下来 不会啊 动画多富有 教育意义 跟人生哲力啊 我们最近在看那个 天国大魔镜 哦对 看很多好不好 觉得很猛哎 在这边 跟大家推荐一下 在Disney Plus 的天国大魔镜 好看 真的很好看 不太确定在演什么 越到后面就越 不太确定在演什么 他就是 有点像是 怎么讲啊 我就蛮悬疑的吧 算悬疑吧 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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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 他都不 不跟你讲他在干嘛 不知道 我越看越觉得 那个时间走很奇怪 你不要这样子爆雷 就这样爆雷是不是 哎 逼 现在 哦 我逼都慢半拍 你不可以 逼 不要 我们不要讨论剧情 你这样子会被骂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反正 因为上次 上次我就跟我一个朋友讨论 然后他就说 哦 我看了一下 好像是在讲什么什么什么 我说 哈 是吗 哈哈哈 他就说 啊 我爆雷啦 哈哈哈 我想说 你 刚刚就死 好 所以我们 不要透露 我们不要讨论 好 也许半年之后 等大家都看完再来讨论 等他 等他要收 收起来的时候 这样 收起来 哈哈哈 好啊 对啊 蛮推荐的 最近最期待的 周翻 应该是 是这个 我是觉得可以等他至少这一季出完 再看啦 不然好痛苦哦 天啊 超讨厌追的 好吧 嗯什么 对啊 不然也没什么好看的 我觉得 最近没什么感觉 好啊 哎 总之就是可以 看一些 看一些这是什么 一些废片啊 卡 看一些卡通 你要看上班 不要看也可以啊 哈哈哈 哈哈哈 都太废了 哈哈哈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反正爱看什么 觉得什么 废看什么 也是啊 看一些 笑一笑的 笑一笑的 对啊 看一些脱口秀 看一些开心的 然后 现在脱口秀 我都好严肃哦 好烦哦 是哦 你不觉得吗 我不晓得 他就是用一些笑话 然后包包装一些很严肃的 话题 可是你真的想到那些议题的时候 根本就笑不出来好不好 我现在常常笑不出来 越看越看越笑不出来 对啊 想说哦 好啦 我知道了 不要再说了 我知道了 谢谢 我只是想笑一下 真的 可以让我逃离现实半小时吗 最最后一个觉得好笑的 好像是那个什么 阿末吧 有一个 有没有 有一个那个 好像是穆斯林在美国 哦 阿末的什么生存之道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还蛮好笑的 哦 那个影集 影集 他他有脱口秀啊 他是脱口秀演员啊 他是 他是脱 讲脱口秀 所以后来才去 演那个戏的 知道吗 对啊 那个那个还蛮好笑的 对啊 跟大家推荐一下 Netflix 阿末的生存之道 趴完笑一笑的 嗯 他就是恰到好处的那个 就是有一些那个 种族议题梗 对对对 但他又自己可以讲一些 开自己种族的玩笑这样子 还蛮喜欢的 还不错不错 对要 你要是那个角色 你才可以开那个角色玩笑 我觉得啦 我们最近 有 我们最近有很多的 实力 是 就是要 我不知道 应该要好好的 认清 也不是认清啦 自嘲到底是什么意思吧 哇 什么叫自嘲 要另辟战场 我没有要另辟战场 我们刚不是还是养生频道吗 我严禁于此 我刚不是养生频道吗 大概是这样 好 那我们来继续回来养生好了 免得讲太远 好 第四个 在原本要睡觉的时间 睡觉 尽快恢复原本的作息 哦 就是不要 因为通常 party你就到早上 然后也许你睡觉 然后就下午起床了 然后 这时候 你晚上是不是 又有可能会睡不着 因为你也 我还好 我还蛮能睡的 你 对我也 我也比较没这个问题 但是 可能很多人会 他就是又 又开始熬夜啊 因为他晚上可能 舍不得睡 睡不 又睡不着 或是看片看太晚 这样 之类的 然后 就是建议大家 比如说你 原本可能是十一十二点睡 那你就是 隔天一样 尽量 回复你原本的作息 该什么时间干嘛干嘛 我觉得应该不管几点睡 要尽量在原本的时间起床啦 哦 蛤 这好难哦 可是就是 你早点 就是你在那个时间起来 然后 然后 不知道被太阳晒一晒啊 这样其实你晚上很容易就调回那个作息 哦 可是你 起来的时候 你就是完全是一个没睡饱的状态耶 那你就 那如果你 那你就做一些沸沸的事情就好啦 又没有要你干嘛 对不对 好吧 对啊 诶 我觉得刚刚讲到 有忘记讲东西 我觉得可以煮饭还不错 如果有点力气的话 哦 嗯 嗯 对啊 那我们再来一点好 第十一点 可以煮饭 第十一点 可以自己 煮饭 对啊 然后这样子你就可以 顺便什么 把碗洗一洗啊 房子扫一扫啊 然后你又可以 选自己喜欢的食物 诶 那你等一下回家要洗碗吗 我要洗碗啊 哈哈哈 我会洗碗 放了有点多甜 对 对啊 好 对啊 可以就吃一些自己喜欢的料理 然后那个料理的过程其实又还蛮 我觉得算疗愈吧 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到了一个 觉得烧饭是疗愈的 其实是 对啊 就是在 真的在烧的时候觉得疗愈 但是 现在我会有一种 在烧之前觉得 就是要提起一个劲啦 我觉得 对的 对啊 对啊 所以就是 我也不晓得耶 就是这种 Party 回来修复 其实 要怎么讲啊 我觉得他可能应该也是要被安排吧 有算是 就是哦 你去Party之前你会安排 你Party的时候你会 把自己打点好 那其实后面那个修复也是一种 哦 需要 你把它列入 对对对 计算 对对 他是 他是 他是一套的 这样 哦 一个仪式 然后你有 你有一点 余 余韵 然后你可以 可以烧饭啊 可以干嘛干嘛 对 那又可以 又吃的就也比较 我怎么怎么讲 比较健康啦 要不然用叫的其实也蛮难的 就是 叫的健康的东西都超贵 就 我觉得也不一定叫的到 我都 我像我的就叫不太到 在我家附近 没有啊 只是你没有用 我没有用比较贵的那个平台 我都用比较便宜的平台 对 对啊 大概是这样子 OK 所以等一下怎样回家要煮饭 你要先把这个片子上了 然后我们再去煮饭 这样 好 还是你上片我煮饭 我上片你煮饭 好吧 然后去买菜 这样 好啊 那 这样子 11点 11点 与大家分享 对 我们再重复一次 第一点是什么 要多喝水 要 记得多喝水 然后第二点是 吃全形的食物 清淡 好消化 抗发炎 的食材 然后 第三点 可以吃一些营养补充品 然后第四点 洗衣服跟打扫房子 就是把自己的生活捡回来 没错 第五点 什么 听音乐哦 或者是不要听音乐 这句话好废哦 超好废 平均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呢 就是让自己放松一点的音乐 或是 就你要完全的放松 也可以 就什么都不听 放空 这样子 那那如果有人听那些很ㄍㄧㄧㄥ的音乐 他很放松怎麼辦 那就随便他 好不好 爱干嘛干嘛 好 然后第六点 就 没有人要散步 没有人要去散步 没有人要散步 没有人要去散步 第七点就是 拉筋 拉筋 伸展 拉筋 泡泡澡 泡泡澡 反正就是做一些让自己 爽爽的事情 觉得舒服 对 觉得舒服的事情 然后 第八点 按摩刮沙板 排酸棒 对 就也是做一些 让自己觉得舒服的事情 爽爽的事情 爽爽的事情 第九点 然后耍费 Netflix and chill 没错 然后 第十 想办法 挑回自己的作息 嗯 然后第十一点 自己煮饭 我觉得煮饭不错 啊 算疗愈吧 我觉得我 等一下 应该可以吧 应该可以 好 我觉得还可以 那 我觉得把工作室整好了 我可以 好 那我就 就 应接 等吃你煮的饭 好 我可以 迎接我的 下一个routine 这样 OK 好啊 如果 大家有什么 自己的那种 修复小撇步 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我也还蛮想知道 别人怎么修复的 对 别人都怎么爽 对 什么怎么爽 别人爽完以后都怎么样 排毒的 这样子 哦 也是也是 如何after party detox 好的 好的 欢迎留言跟我们说 是不是要讲一下 这周末还有什么活动 嗯 在 我们要工商服务一下 对 工商服务时间 虽然没有被要求 但是 但是我就是想讲 但是我很想讲 我很想讲 就是 这周五 7月7号 晚上11点 在台北的final 是我们的好朋友 Candy Mountain 他们的新的活动叫 圣海之言 圣是圣战的圣 Holy Holy的圣 还是 骨骸残骸的骸 之言 说话 言语的言 圣海之言 OK 然后 7月7号 周五 晚上11点 在台北final 让他们的来宾有周末哦 大家知道周末是谁吗 他是 饶恕歌手 饶恕歌手 饶恕歌手他非常酷 好 你的菜 就是资讯 我的菜 你的菜 资讯我也会放在资讯栏 大家可以去 然后还有 点开来看 还有糖果山女巫两大支柱 对 Lulu跟Poki Poki现在的名字好像是 卡里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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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是 那种是 是一个零食吗 不是 哈哈哈哈 好像是 是什么大凡天 还是什么东西 就是有一个 比较 比较 比较宗教的 哦 OK 不好意思 但但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很确定 抱歉 抱歉 那 我下次问他 你下次问他 我下次问他 或者找他 找他 找他 找他上来 好啊 其实我 来讲讲 我还蛮想找 Candy Mountain的 好啊 但之前没有冷气 不敢找 对 哦对 现在我们有冷气了 我们有冷气了 我要哭出来 哈哈 对啊 对 好 以后就大家可以放心的 上我们的 上我们的节目 是有冷气吹的哦 跟前面一些来宾说一下 说不好意思 上次那个 Social Path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他讲到后面一边 一边讲一边在那边 我看他汗从脖子上 这样子滴下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想说 不好意思 对啊 那所以我们现在有冷气了 对为了 就是不要再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毅然决然地 撞了一台二手冷气 哈哈哈 耶耶耶耶耶 还二手的 虽然 虽然 因为不知道会用多久啊 我觉得主要是这样吧 也是 但是也是好的啦 他现在 他很棒 他很凉 他很凉 而且很干净 很棒 刚刚在那边 我觉得很喜欢 大扫除 在那边整理的时候 就觉得 干 撞了那台冷气 真的撞得太好了 不用在那边 一边觉得 空气稀薄 哈哈哈 然后一边在那边 汗如雨下 这样子 好啦 好 冷气的话题 就到这里 耶 撞得好 就是这礼拜的节目 就到这边 有点短 但请大家 见谅 就是 因为我在排毒啦 对 我做这一集 也真的是在排毒啦 其实 我们还 我还没有recover 完全recover 所以 就 起降料 好啊 那就 1P13 1P13 派对修复 斜线 排毒大法 After Party Detox OK 那这一集就这样 我是大卫 我是Amber 拜拜 拜拜